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确诊创新高 但传统股又走过一轮 港股也没力 现在回到科技 我相信两边的情况都是这样 因为你说疫情方面 香港大家都知道爆发第四波 其实在美国方面也确诊创新高 我们看回美国方面的疫情情况也挺严重的 在19日有超过8万宗新的冠状病毒患者 创新高的 医疗系统都怕崩溃 其实现在又回到 可能又会担心一些 虽然说有疫苗 担心一些旧经济 其实你说便宜 但未必 recover得那么好 因为这个情况也挺严重的 德国就继续延长的封城到下个月 香港就刚刚开始 几十宗几十宗都算是挺好的 你看到韩国 澳洲 日本都有个爆发的 整件事来说 我想大家要招点又回到疫情 但也有好消息的 譬如好像英国那样 英国那边的监管 已经容许美国的Visor和德国的BioNTech研发的疫苗 在英国的国民保健署NHS已经获得通报 在10月1日前就准备安排接种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就说 臨时用 用多少 但始终感染的人口太厉害了 美国一天都八万宗 其实要有多少才去到够 搞得好呢 虽然说五千万 五千万的疫苗可以生产到 但是始终 这件事 我想仍未走 仍未看到那个效果 令到这件事回落 大家又去看回 因为科技那条了 变成传统股又贵了 你看回今天的港股 或者先前的美股 我们看回 都是反映那个情况出来 你看到今天 先前回了一堆股份 你看恒申 或者南方科技ETF 你就知道 其实科技股又升了一两个百分比 阿里巴巴又升了四点多百分比 十多元 京东 这些 美团又升了少一点 所以美团也相对落后 那么小米就 正硬了 升了八点多百分比 我们看回有它的原因 原来我们看回 在小米方面 欧洲市场 出货量是增加了八十八个百分比 反而受惠于华为 因为华为跌了二十五百分比 大家不需要说了 华为发生什么事就不说了 小米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当中 唯一是录得增长的厂商 亦都是按年增长十九个百分比 出货量是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台 大家都知道小米的业绩是非常之不错 小米就是今天 刚刚星期一的收市亮灯 亦都有好的新闻 美资大航摩根士丹利 亦发表了2021年 亚洲新兴市场股市前景 亦增持港股 他说由目指调升到两万八千七百点 调升了十六点七个百分比 国企调升了十六点三个百分比 就是去到一万一千四百点的 亦都有很多大型 亦都英俊的IPO 包括我们看到京东健康 恒大物馆 亦都有南月亮 所谓等同于美国的P&G 中国的南月亮 这些大型的集资行动 恒大物业 这些 很多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 包括这些公司 可能都要自给自足 今天的议题 亦都可以探讨一下 今天的议题 亦都可以探讨一下 如何去看这样一个IPO的现况 像是一些中资公司 如果继续在美股方面 IPO上市 这样的一个前景 是不是已经是几乎少于等于零 会直接来到香港这样 我们先看看美国的会计制度 其实我们由奥巴马时期 再有几分钟可以讲讲 由奥巴马时期讲起 其实奥巴马时期当时是2013年 签订了一个备忘录 其实允许一些中资公司 他们在中国的法律禁止的情况之下 不去分享他的讯息 但是现在整件事我们所谓叫做PCAOB PCAOB的制度 什么是PCAOB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即是说一些会计的制度 去到审核整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他的上市在美国那里 他符合到新的要求 新的制度 他其实就要符合到美国上市的 即不只是中国 各个公司的会计制度 因为中资公司上得特别多 也有些很大 百度 以前京东 首湖 新浪 这些五百同城这些公司 都在美国上市 包括最早回归的阿里巴巴 所以整件事我们看回 要符合到这个制度 如果符合不到 现在出来的新闻就越来越严了 其实他的适合法 在五十多个境外的机构 都要符合的 但是中国以一个保密的理由 因为先前跟奥巴马签了 可能有些事情 就大家的制度或者披露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整件事就是 中国其实就不太想遵守 那变了我们会觉得 这件事我们大家是可以 看看退市的速度 那当然大型的退市 我们看到 由阿里巴巴开始到京东 都是非常好的 那刚巧碰巧疫情 这些网络股 退市之后 在香港上就好了 但是整件事我想 香港的重要性更加 得天独厚 更加境外的上市 就会来到香港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就 你说好不好呢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就不是说 长期都说好 那变了真的要看回 疫情期间 那你刚巧就是 这个京东就受惠 是吧 那拼多多这些 其实在美国 就算他在美国上 虽然说会怕他 是有回计制度问题 但是都会 是因为疫情 因为网购 增长受惠 那这些其他的股份 我想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大家要担心一点 因为如果 他还在美国上市的话 就算你二次来香港上市 香港是否能吃光去退市 那现在我们看到 譬如瑞幸咖啡 先前有一些会计的问题之后 那我们看到现在 有些正是私有化的过程 我想他们正在准备在香港上市 包括五百同城 新浪 液车 其他一些大的企业 大家认识的 都有准备私有化 私有化肯定就来香港上市 但是如果在未来 美国政府说 那个情况之内 你是复制不到 就算你来上市 你也是上部份 都是危险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大家要小心一点 加上 今天想说多一点 因为有些新的消息和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就是 美国 先前说有三十一间 中资公司 是军方背景 就要控制它了 未来就不准持有 包括 美国的投资公司 美国的养老基金 不准买三十一间公司 这些都是很大型的 包括通讯 基建 能源相关 的公司 其中大型的 我们知道 中移动 中交建 中国联通 华为 中国航天科技 等等的公司 这些其实 美资公司 不给投资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中概股回归 这些已经是一早上了 另外我们还会看回 我们怕整个经济 或者过贸易战 反而是我们会更加担心 好 首先我们说回 刚才那些事件 再加上一些军方 或者一些航天 都会受影响 这个 有些未落实 不知道会不会 令到整个贸易战 更加紧张 所以我想 我也是那句 当科技股 回到十多个百分比 你就去拿它 当那些传统股 现在因为有疫苗 然后再回回 可能是五七个百分比 我觉得都可以再去增持 所以这个组组里面 就不要说 拿死某一些股份 那我们传统的 地产、银行、保险 这些是必拿的东西 因为是受了影响 那有些旅游版块 我就要认为 一些旅游的网站相关的 会好一些 它不是说 比如说酒店 始终你都是未复苏 但我们看到有些 酒店的股份 亦都是受贵的 但当然你要看回 与其是买酒店 我就宁愿买一些 优质一些的商业地产 或者是risks 会好一些 至于你说 其他的科技版块 都是那几个的 大家都知道 都是来来去去 就是中国最大 腾讯、阿里、美团、京东、小米 这一堆 其他的 有时那些健康科技 也都会看 因为好像 这个京东健康也都会回归 当然这个是很seasonal 晶片或者是晶片製造商 各方面都会受惠的 部份有次有的 刚才在话 是 fi Telさん的 福墨 区别人 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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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